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成功警分局针对台11线东河道小马区间测速路段 特别制作告示牌装设在事故高发地点 这个路段去年9月启用区间测速科技执法之后 仍接连发生多起交通事故 期盼透过告示牌达到提醒驾驶人放慢车速 小心驾驶的成效 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成功警分局针对台11线东河道小马区间测速路段 特别制作了告示牌装设在事故高发地段 提醒驾驶人放慢车速 小心驾驶 根据统计从108年到今年4月 该路段已经发生130件交通事故 主因多为酒驾 为机安全带以及深夜疲劳驾驶等人为殊时所导致 而暑假旅游旺季也将到来 成功警分局已经在该小马路段规划 针对未急安全带以及酒驾加强机查勤务 列为执法终点 希望将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至于监测试路段于去年9月 在东河乡小马段126.13K 至北东河段130.86K 正式启用全场4.68公里 速限已有原本的每小时50公里 改为每小时60公里 平均速率低于4分40秒 就算超速违规罚缓1200元起跳 同时也表示 新设置的高速牌主要在提醒 驾驶人对交通安全的重视 务必放慢车速 保持车距并且注意路况 该路段去年9月 启用区间车速科技直法 全长4.68公里 限速已经由原本的每小时50公里 改为每小时60公里 平均速率低于4分40秒 转世超速违规 罚缓1200元起跳 成功警方局表示 交通事故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之外 也常处思的道路 影响社会秩序和成本 而设置高市牌的目的 在强化驾驶安全意识 要呼吁用路人 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酒后驾车 或是长时间边开车边打瞌睡 发生危险驾驶行为 接盘罪成功证报导 接盘罪成功证报导